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法师列记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课本338页 讲到修这个子观 修子观这一部分 其实是修殿 其实是中国佛教比较弱的 因为中国佛教大概从唐朝之后 随唐还有比较多人修 唐朝之后基本上 宋元明清以后修定的人就少了 多数都是宋经念佛拜参 禅宗即使是宋朝之后的禅宗 他也比较不偏定 因为他是以仓话头为主 大圣的禅法里面重在开悟 并不重得定 所以他有所谓的跑箱 行箱 他不会让你坐很久 跟南船不一样 南船你如果去 不管是哪一个地方 不管是阿江茶那里 还是谁那里 帕奥那里 他基本上你能够做多久就做多久 但是如果你是禅宗的那种做法 他不会让你坐很久 因为他重点不在定 他重点在开悟 所以但是这部分的也不多 多数都是念佛的 拜参的 诵经的 所以止观这一部分 在中国佛教算是比较弱的 算是比较弱 那你如果到南船那一边 他可能这一部分 他们会比较强一点 如果跟中国佛教比起来 所以后来有很多 不管在家出家的 都变成很多人会去 比如说缅甸 或是泰国 缅甸算这一部分 比较有人一直在从 就是在修学 那我们 如果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中国佛教 基本上如果一年可以参加个 两三次长期算交不起来 那佛期是比较多的 但是佛期基本上 比较跟修定比较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当然也有人说 修念佛上面 后面会讲到念佛上面 但是比较没有 跟修定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禅中的禅期 其实也不中定 所以这一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 这一部分的观念 其实我们是比较没有的 比较弱的 那如果在水堂的时候 像子官这一部分 像赤者大师 他是强调子官的 强调修禅的 所以他有很多小子官 魔法子官 魔法子官讲得太 有点太复杂了 大圣里面讲禅定的 就是比较有涉猎到禅定的这一部分 其实都是蛮复杂的 中国的著作就是像 比较简单的也有 就是比如说 属随子官还念 就六妙门 这是 就是赤者大师的著作 那如果是印度的著作 大圣佛法里面基本上都是 以于且世的论 比较常见 当然其实还有很多种 还有很多修禅定的述 但是一般我们都会以于且世的论为主 像导师这里 大圣的禅定 现在是讲大圣不共法里面的 布施实践人物经济禅 禅定 禅定这一部分 引用的也多是 引用的也多是 这个于且世的论的 基本上是于于且世的论为主 所以导师这里引用的 还是于于且世的论为主 那于且世的论老实说也不是那么容易论 那么一个观念就是他名相特别多 等一下如果我们把稍微 就是他有很多概念 其实就好像我们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里面写了很多那种医学的概念 其实我们都不晓得他在做什么 就看不懂类似像这样医学名词 我们是说子官这一部分 其实大多数的中国佛教其实是陌生 而且也不太修学 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 所以一般如果要修墊的 都会往缅甸跑 通常是这样 往南传跑 好 我们往底下看 看338页 讲到第四行 那这里讲到 定的前面是正念 正朱 正念 正念后面才正定 对 他说 有以为 我是不取向而修的 是无分别的 他其实他是要 前面 因为他前面的寄送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三百三十六页 正念成喜远 令心不于善 明记不妄念 安住而明显 他讲这个 所以讲完了之后 他特别在说一个就是很多人误会的 以为不取向而修 是无分别 因为很多人看了一些经典很容易就习惯 就不执着 不要分别 不要分别 能想这个 那其实 很多人可能连这个意识他都不知道 常常就 也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都是综合的 综合所有的 可是你不知道他的意识 这个不能综合的 这个不能加在一起的 比如说三戒为心 万法为士 一切众生必尽成佛 我们就习惯把它都在一起讲 但是其实讲万法为士 就不讲一切众生必尽成佛 那不是 也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其实是把所有的佛法都 杂螺在一起 那也不晓得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有时候会这样 常常会这样 就只是学习名相 然后背这个名相 然后需要用的时候把它背出来这样而已 其实 这个有时候就是他不懂佛法的意思 那最常见的就是 这个不要执走 很多人就拿这个来 本来比如说 那你要吃肉 那你也不要执走 那要布施 不要执走 类似像这样 不要执走要布施 不要执走要持戒 不要执走要吃素 那不要分扁 修行的时候不要分扁 什么都不分扁 那就叫做五分扁 其实不是 那 所以他说 我不取向何修或是无分别 不用细心一进 也还是有修有证 那老师就是简单讲一下而已 这当然是有些误会 这个不是有些误会 这个是很大的误会 他说 即使是不着相 但无分别 也还是对此有一个了解 就是名气 有分别的 那很多人讲到无分别 就是都不分别了 不是 即使是佛陀 他已经成就 他也知道这个是舍利弗 这个是木建律 这个是大家设 他也知道提伯达多 这个是恶心的 提伯达多来的时候 他也会喝着提伯达多 他会让伴奏给大家设 那佛陀的父亲 这个净万王往生的时候 他也回去抬观 那佛法说的无分别 不是说都不分别 不是这样 他只是说没有虚妄的分别 正确的分别还是有的 当然要分别 他不是什么都不分别 叫做无分别 那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一部分有时候也会再讲到 一切法毕竟空 就什么都没有就是空 不是 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一切法无自信叫做空 不是一切法都没有叫做空 那一切法都没有错误 虚妄的分别 它都无分别 不是一切法都不分别 叫做无分别 那这部分常常会被误会 所以 他说 就算不着相 无分别 也还是对此有一个了解 解了 就是正确的分别 然后专心地向着这样的一个去修 这还不是信念所缘吗 那有一些文别就是 他也没有所缘 他什么都不想 我记得以前我在屏通相遇的时候 有一个法师他禅修修得很好 然后我就问他说他是修些什么 然后他就说他是修无想定 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想 我说你修行是怎么用功的 他就说我什么都不想 然后他就有那一种 好像也有境界 他就觉得他自己好像 好像已经要接近开悟这样 然后他的什么都不想 就是他坐下来什么都不想 但是这个其实 真的什么都不想 真的什么都不想 其实也不是 他也有可能在想他要什么都不想 像这样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实际上去 跟他想得很细 就不是很清楚 就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修什么都不想 然后他就觉得他不会执着 就是像我们讲的 无分别 不执着 但是他又很在意他这个病 他身上有一个病 很在意这个病 又担心这个病不会好 就是他没有打坐的时候 他就一直很担心这个病不会好 他要去哪里看病 他就在看病 所以这个你就有一点点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 什么都不执着的话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修这个什么都不想 我就什么都不执着 可是实际上 你即使在打坐的时候 你不执着 其实也不是不执着 但是他认为不执着 但是你从普团起来的时候 你非常在乎你的身体 那个就是执着 那佛法其实是这样 佛法其实第一个就是 从不执着你所有的开始修 然后再来就进到 你不执着你自己的身体 是说说想形式吗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想的 那这一部分很容易被误会 很容易被误会 我常常也有举一个例子 就以前我们去看道场的一块地 就是去看道场的一块地 那我们去那边看 有一个法师就跟我们讲 因为他就带我们去看 说这个是我们的地界到这里 到这里到这里 就是说因为这块地是道场的地 然后这是他们道场的地 然后他就说我们的地到这里 然后到那里 都是我们的 然后旁边有一个居士 因为那个地方有一点点算是 比较风险区这样 那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人开了一辆吉普车 然后去那边旅游的 然后他听到法师这么讲 他马上就跟法师讲 一切法无我无我所 哪有什么是你的我的 他马上就这么讲 那我们大概也不跟他争辩 我们听了他就是 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人 他习惯 他习惯开口闭口 就讲一切法空 一切法无我这样 他马上就跟你讲 一切法无我无我所 哪有什么是你的我们的 什么我们的地 什么叫做你们的地 我就做一个法师说 你不要去跟他争辩 因为这种人 我就跟他讲 我们私底下跟他说 我说这种人 等一下你把他的车开走 他的车放在那边吗 等一下你把他的车开走 你怎么开我的车 你不是说我我所吗 这种有时候就是 你世俗地跟圣经地 参着乱说 那这种人很容易这样 很会常常有这种事 那有时候你修无分别 你会觉得是无分别 其实你的无分别 其实还是有分别的 无分别不是什么都不分别 不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他说 你什么都不想 就是 初学不可能什么都不想 因为你的心 生命生命 你有可能昏沉 什么都想不起来 你有可能昏沉 什么都想不起来 但不是你什么都不想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老师说 初学其实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到什么都不想 当然也有一个无想定 但是一般初学的没有办法 幽灵式的满无灼漏 那能成什么呢 所以老师讲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你一开始 因为定重点就是钻 定的一个 定的一个现象就是 信心一处 因为他定有五之功的 玄是喜乐一心 他基本上就是一心 心一尽性 他叫做心一尽性 所以他通常都要有一个 让你的心去对的一个地方 我们叫做所缘 我们叫做所缘 就是心细 心细在一个尽上 这后面等一下也会讲 因为其实老师说 我们北传的 在这一部分 比较不强调 修定这部分 没有 多数的人没有 没有这种习惯 也不太会去研究这个东西 那么其实就是心细 细在这个所缘 通常最长最长的 最长的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叫做观呼吸 手缘就是呼吸 最长的 最常见的 这个之前也有讲 最长就是观呼吸 呼吸出呼吸路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其实中国的道家也是这样的 也是由这个观这个呼吸的 其他的当然很多 非常的多 青黄赤白 地水火风 都有 后来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就观佛 我们说最常见的 之前讲 身口口的时候就这样 最常见的 其实就是观呼吸 属习观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禁观 观不禁 观不禁是比较对峙的 那通常 通常就是观呼吸 后来慢慢就变成 到大圣 他开始慢慢变成观佛 观佛 然后他念观佛 后来观佛 其实就是念佛 观佛就是念佛 这个就是心念 念心细一禁 所以这个禁是佛像 他是佛的功德 佛的向好 或是佛的功德 功德庄严 他在心细这个 其实以前的念佛是观佛 慢慢就变成念佛 现在就变成念佛名号 现在就变成念佛名号 就加一个口字旁 不是心 他所缘的禁 基本上是非常多 通常就是 以观呼吸或观呼吸为主 其他的还有 清皇四百 地神火风 也有 然后也有观空的 现在比较多的 比较多人在修的 一个就是观呼吸 另外一个就是磁心观 还有一个就是磁心观 就是比较多人在修的 南喘的也是 南喘的基本上就是观呼吸 观呼吸跟磁心观比较多 就是现在比较多人修的 现在北传也有很多人在教的 也有 就是磁心观跟观呼吸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们底下看 例如中国的禅者 中国的禅宗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禅 跟肉度波动里面的禅 那个观念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禅基本上 比较偏 比较偏 会 就是重开悟 所以禅宗的禅 不是禅定的禅 那原来禅它就是禁律 施为修 但是中国的禅宗它重开悟 那后来 它说 这个我们叫做公案 念佛的是谁 托子师的是谁 很多公案 公案的非常多 一千八百则 非常多公案 那一般叫做参画头 那参画头大概是从 应该从宋朝之后 就很流行 像近代 近代比较 弘扬参画头 比如说虚乃尚 虚乃尚 虚乃尚你看它的脸谱 或是看它的字传里面 它就很仔细解释 什么叫参画头 那最近的大概就像圣言法师 圣言法师它基本上它是 比较 我们说比较偏 末造 因为禅宗后来 虽然一花开五叶 但是它基本上禅宗后来 禅宗是从达摩开始的 中国的禅宗的禅 中国禅 基本上跟印度 所谓的禅的概念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讲禅 禅波罗蜜基本上就是禅定的意思 可是中国禅宗的禅 不是禅定的意思 禅宗到了后来 宋朝以后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因为它是从达摩开始的 达摩是依氏卷人权的 是依氏卷人权 我们会把它叫做大胜权 或什么权 那是依氏卷人权 但是后来就不是 后来就慢慢变成依氏卷人权 后来像传说 就是到了六祖之后 那么开始就是种清干精 因为六祖就是清干精 有守戊的 然后包括他在还没出家之前 在路上定乎要送清干精 然后去找五祖 五祖半夜给他叫过来讲清干精 他开悟在这里 后来就变成有点种清干精 那六祖之后 六祖之后 又变成就是 有点点以六祖谈精为主 就变成又以六祖谈精为主 那禅宗到后来就变成 就是虽然有很多姿 但是主要就是曹洞跟林祭 这两个而已 其他都没落了 那曹洞基本上就是末兆 那林祭基本上就是话头 我们叫参话头 叫做话头禅 这个叫末兆禅 这个圣传法师基本上两个都有讲 那圣传法师基本上是偏曹洞讲末兆禅 那其实我们可以简单讲 简单讲 大家去看圣传法 就是可以 基本上就是子官里面 偏子跟偏官 这曹洞后来传到日本去 就变成很流行 他们提个口号叫做子官打坐 子官打坐 那这个参话头就有很多话头 话头产叫参话头 其实他偏官 其实他偏子 就是子官里面偏子 这个子官里面偏官 基本上是这样 那就是他从参这个话头里面 让心一进去 其实是这样 他这个是从子之后再做官 好 那这个话头有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到了现代的话 基本上比较多的话头就是念佛的是谁 或是谁在念佛 念佛是谁 就是有一点结合 净土宗跟禅宗的人 念佛是谁 就已经是这样了 无主的时候还念摩霍波罗波罗密 不是念佛的 念摩霍波罗波罗密 那这个就开始主要最主要的 就变成念佛是谁 那这跟拖着死吃的是谁 他导师这里举两个话头 那这个是后来比较常用的是这个 那话头有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 小狗有没有佛性 叫做狗子有没有佛性 小狗有没有佛性 不是一些众生都有佛性吗 那像这样器材 那这个重点是谁 导师这里讲的拖着死吃的是谁 那当你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是他心会圆一个劲 比如说拖着死吃的是谁 这个以前我在浮演的时候 在大殿里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拖着死吃的是谁 就是这个什么叫拖着死吃 这个无音声是谁 谁住在这个无音声里面 如果我 如果我 那我们叫做士嘛 如果我的士不在 做了你士 士只要离开了 士只要离开了 这个就是尸体 我们士离开了 这个就变成尸体了 那我们叫做 现在人跟他说他是灵魂啊 或是什么心啊 我就不管了 我就是 我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意识 意识离开了 这个就是尸体 那么 意识在的时候 这个是可以动的一个人 那么 现在把它分开来 那拖着这个死吃的 就是 让这个看起来是尸体的 这个人 能够动的 我走来走 比如说我这边清醒 这边清醒 那边走 那边走 拖着死吃的是谁 那么你就去 基本上就是 你把那个 把那个 把那个 就是你把那个心 放在那个地方去看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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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些是 就是说参话筒有很多 也有很多技巧 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参话筒 我们讲说 他一样是一个守原性 但是他比较重 那个不是 不是那个子 比较有一点重的观 那么从这个观里面 从这个观里面 他心已静 就是 他就是 就是以这个为静 基本上是这样 那 他还是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的 不过这个现在都很多人这样 即使是禅宗 禅宗 禅话筒的话 基本上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参 念佛的是谁 念佛的是谁 基本上以前是怎么参的 这个在 这个在早期他们印度的时候 他就已经 已经有这样的 就是 你念 你先念一身佛 然后你再去想 那 是谁在念佛 念佛的是谁 那 我记得 那个 明殿有一个 是中火的船师 金山火火 他有神童感很厉害 然后他每次跑到那个寺院的大 上面很热 屋顶上面去念佛 他念佛是怎么念的 谁在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这样念很大声 那也有一点点类似像这样 就是 到底是 这个其实就回归到说 古运 古运 我 到底在哪里 我到底在哪里 其实就回归到这边来了 好 那么我们底下看 所以他讲 虽然由此 积起余寝 就是到底是谁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禁 其实就是 信念你的所缘 其实他就是这样 那么方便小小不同 但由此使心打成一片 就是你的心就不会去专注其他的 他重点就是让你的心专注 令心专注 所以 但是专注他不是 他重点是要让你的心明白 清楚 所以这个其实是 你一个方法一个所言而已 剥落无边妄念 意思就是 当你专注在这个其他 你就没有去专注其他的 这个跟大师福寨讲的一样 都说督色六根 六根都收拾了起来 只专注在你这个所言上面 其实是一样的 督色六根见面相近 只是他以念佛为方法而已 那你观呼吸 观佛 然后观这个 偷着指示的是谁 观五韵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那么想如洋艳 行如芭蕉 色如芭蕉 其实他还是一样 就是他有一个所缘 然后他去把那个心放在那个地方 专注在那个地方 当你专注在这个所缘的时候 你其他的 那么很专注的时候 其实其他的你都不会去 我们就说攀缘 他先去攀缘 去执取那些境界 其实就不会 所以他说 那么剥落无边妄略 其他的妄略 因为你就心专注在这里 当你还会专注在其他 那就表示你不专注 表示你没有心细以近 所以他说这还不算细念于一吗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他在讲这个 重点在细念 心细以近 那么在底下看 底下就有很多 他说 导师这里举的就比较 就是于全世界里面 比较名相多的一个地方 稍微有点复杂 但是导师 没有讲得很复杂 但是我们刚看这些名相 其实刚刚看这一篇 不太容易理解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他说 圣说事所缘 人近或葬者 或顺于正理 人相于初理 心要细以近 他有很多种方法 外道有很多种修法 但是他要 我们叫做要弃理的 就是他一定要合乎 就是重点就是要向解脱的 或是要成就修定的 所以他基本上 基本上他讲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修定 那么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修错了就比较麻烦 所以定还有正定的协定 他说到底应助心于什么所缘 才能修习成定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那么南传的小圣的基本上 一般叫做四十个夜处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地水王清王赤白 呼吸要不静这种 那么大概是这一些 那北传的通常不讲定 讲三昧 那三昧就是三摩地 但是三昧跟定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也可以说三昧就是定 但大圣里面来讲 三昧的定义又比较偏向贵 所以他主要是三昧 主要是三昧 那空无相无厌 那又百千三昧 有非常多 那我们知道的首任眼三昧 首任眼三昧最高病不是他最厉害 首任眼三昧跟人眼座没关系 首任眼三昧 首任眼的意思是永健 就是非常的厉害的意思 他是说你了解 了解一切三昧怎么修 他怎么向 他怎么修 怎么功 修了有什么功德 一切的三昧你都了解 这个叫做首任眼三昧 他厉害是因为他了解 一切三昧要怎么修 所以 所以这个三昧的定义 跟定的定义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大圣基本上都讲三昧得多 好 让我们来底下看 他说 到底要 那么所言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 这个话头 念佛罗斯是谁 公案就有非常多了 公案就 但是呼吸也有很多种修法 比如说你观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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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就是比较常见的 基本上就是观出跟入而已 呼吸出跟呼吸落 但有一些会注意在笔点 像以前我们修大多天小多天 就注意在这一点上面 然后还要观呼吸的气 如果佛教他基本上只是单纯 单纯呼吸出呼吸落 那如果是大多天小多天的修法 他就必须观这个气 运行全身 又不一样 那刚刚观呼吸 有些是观呼吸肚子的起伏 反正就有很多种观法 那后来中国有所谓的鼠息 印度应该也有 就是你观呼吸你不清楚的话 你就先数 数出就不数入 数入就不数出 就出息跟入息 那数一到十或一到七 不要超过十 也不要少于七 大概这样 那所以有很多种 其实单单一个观呼吸 就有很多种不同的修法 那有的就观到 这个叫做随喜 随着这个呼吸 你就是注意这个而已 那你没有办法的话 你就先数 数一 数一 然后静就不数 你不可以出入都数 会乱 因为他就是要你专注 心学习专注 所以其实禅修有非常多的办法 外道也有禅店 外道是有禅店 中国其实也有禅修的人 不过因为中国的禅修没有被弘扬 主要是因为这个汉武帝之后 大处百家 独尊无数 那奴家就比较讲世间的 那个禅修基本上是比较偏出世间的 少事少业的 通常是一样的 那奴家被弘扬 因为道家这一部分比较有重修定的 但是正爱比较就是成仙的这一部分 比较没有被弘扬 就是在人间 那么奴家这一部分 因为汉武帝之后 基本上就是独尊无数 孔子就变成圣人 那老子啊 哪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什么家 什么家都被没有被弘扬 然后他就变成圣人 道家还有一些 就是后来 后来诸子法家就剩下奴家跟道家 其他基本上都没有 阴阳家 什么礼家 法家 非常多 墨家 反正非常多都没有被弘扬 印度的话 印度的话基本上 这一个修禅定的 因为他们就是苦行跟禅定 这个是两大戏 这三人系统专门修行要解脱问题 这苦行跟禅定 这个是他们固有的传统 他们也一直被弘扬下 那佛陀只是在苦行跟禅定 摄取正当的苦行成为戒 那么摄取禅定这一部分 那么禅定我们前面讲过 不是所有的定都可以引发无肉味 不是的 那么基本上四禅八定 四禅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无色戒定就不容易了 到了非常的危险根本就变成障碍了 障碍你引发生起无肉味 所以这一部分大圣 大圣这一部分有一部分也比较 后来就比较不讲禅定 比较不偏重禅定 并不是说大圣不修 他是修的 一切实际是大圣 但是就是说 后来有一些就会偏向你不修禅定 所以后来不是有传说吗 就是你这个菩萨 不修禅定不断烦恼 但是一切实际也出来就是说 你不要说不修禅定 一切不断烦恼就有嘛 不要说不修禅定不断烦恼 是要修禅定是要断烦恼的 大圣要断烦恼 比小圣要断烦恼 还更强几百倍几千倍 只是说他断烦恼 不是为了自己的 哪有不断烦恼的 你不修禅定哪里可以断烦恼 因为没有无肉会 你没有办法断根本烦恼 那无肉会最低最低要味道地定 他不是算一个本店 但是他还是店 所以你没有定基本上 你没有办法向解脱 所以他这里讲的向于处理 就是向解脱 我们常常讲佛法有三个趋向 向善 向善 向解脱 常常在说 基本上我们要弃整 就是我们修学佛法 就是三个趋向善 善基本上就是以利他为主 当然也自利 就是自利就是对于自己 对世间 然后对于自己有帮忙的 然后有利益别人的 这个善当然就是比较偏向德性的部分好的 然后向善 然后你不会停滚在一个地方 你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他一定有这个 然后基本上是由世间到初世间的向解脱 他一定有这三个趋向 他一定是好的 他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就是如果我们用在我们的一般学佛的身上 就是说 学佛一定会变成一个好的 那好人不是你自己说好的 别人会说你好 然后你过的生活也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不是你过得很富裕不是 而是你比较自在 那么就是你基本上是好的 然后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你修一天跟修一年 修一年跟修十年 十年一定比一年好 那如果是你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很好 学了佛三年之后 开始烦恼越来越重 越来越不好 那就表示你修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一个佛法的趋向就是向上向上 他要越来越好 越修越好 那你越修越烦恼 越修越 越修越计较 越修越痛苦 那表示你修错了 你修的不是佛法 那么基本上一定是向解脱的 就是越来越自在了 你的执着越来越少 由世间到初世间 那这个简单讲就是 由欲见到色如色见 就是你离 你对五欲的执着会越来越少 那这基本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大概来分 由欲称共和来分 这个就是离三二道 因为他离欲二不善 离二不善 这个是离三二道 这个是离欲见 这个是离三见 也可以这么说 就有这种趋向 那他是这三个都有 三个都有 就向上向 上向 田东 就是你基本上 你基本上 你修了这个法 他是好的 就是他对你自己有利益 对别人有利益 那一般来讲就是自立立他是最好的 能够自立能够立他 这个当然是最好的 那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立他 但是损起 那个其实这个更难 那这个也不错 就是你对自己没有那么好 但是对别人很好 那也可以 那最差的就是损人损起 这个是最差的 那么损人立己 这个也很差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他基本上是比较好的 就是对你好 对别人也好 对社会国家好 对家庭好 就是像这样 向善 向善 向解脱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圣者说是所缘是没有一定的 那到底要源于什么 其实只要让你心专注 他都是可以你的所缘 但是有一些所缘可能会引发副作用 他说没有一定 这不是说什么都可以 举个例来讲 我们说 我们说那个 四四个月处里面 青黄翅白 好 这个颜色 颜色只有就是一种 我如果要颜 我如果不要用青黄翅白 翅是红色 我如果要用紫色不行 如果我喜欢粉红色 我要关粉红色不行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关这个颜色 那么比如说 你拿一块青色的布 或一块青色的地方 你就看这个青 看到大的 要扩大 整个世界都是青色的 就像这样 那么如果 如果我要 关这个蓝色 那行不行 照理来讲是可以的 因为他其实他就是心专注 你看黄 看蓝 你看青 看紫 其实都可以 照理讲 照理讲都可以 因为他就让你心专注而已 但是有一些可能 比如说这个颜色可能 对你有产生副作用的话 那就不要 比如说那黑色可不可以 黑色照理说也可以 但是如果会引发你内心的副作用 那可能就不好 那如果说 比如说黑色会引发你的恐惧 粉红色会引发你的叹爱 那引发你的执着 那这种 这种颜色就要避免了 其实类似像这样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基本上 它就只是颜色而已 那赤色耶稣里面只有青黄赤拐 那其他的颜色不行吗 照理说是可以的 好 我们照底下看 他说 没有一定不是说什么都可以 而是说 在可为念尽的种种源中 没有一定而已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他说 他说 余加斯 说有四种所言 你看这个名向来 这些如果 老实讲 我们看了 我不晓得要讲什么 就是说 所谓的周遍所言 尽形所言 善巧所言 敬莫所言 好 那么 余加斯帝论 我们叫余且斯帝论 它里面 其实是维世的主要论 维世的主要论 他很多关于修论 或是有很多理念的东西 有时候是依解身命性的 名向非常的多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在余加斯帝论 大概卷26到27 讲这四种所言 所言就是所言 要看这个不容易看得懂 不容易看得懂 即使你是研究佛法的 佛学院的 都不是一定能看得懂 但是当然你一直研究 研究看 基本上就会知道 所以后来 后来的论诗 写的很多东西 一般人不容易理解 就在这里 后来就慢慢变成佛学了 本来它是修行 厘清修行的观念 那么 讲说修行的方法 但是因为它综合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就变成有一点点 在看的人上面 有一点点负担 就是在这些名词上 不容易理解 好 我们先来看 它说有四种所言 我们现在知道 所言就是说 你要观的那个静 比较你要观佛像 你要观这个清王自白 要观不静 要观呼吸 这个都叫做所言 所言就是心所缘的 心所对的静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们讲所言静 所言静 其实这也是一个名项 一般人所言 你知道的是什么东西 不过学果的多少 我会知道 但是如果你只是 参加诵经来念佛 这种可能也不知道所言是什么 其实就是心所缘的 所攀缘的 所对的静 第一个我们来讲 周 我们先再来看 这个有点复杂 就是瑜伽 其实就是瑜伽斯蒂论 卷26到27 四种所言 写一下好了 稍微把这个 他讲的还蛮多的 导师是把他的重点拿出来讲 四种所言 第一个周片所言 导师这里是写周片所言 但是在论里面基本上都写片满所言 片满 片满跟周片是一样的 但他原本是片满所言 片满很简单 就普遍圆满了 那么第二个是进行所言 第二个是进行所言 这里面有我们看就可以了 第三个叫做进莫所言 这一段的就是进去 进入 进入也很简单 进去等下我们再来解说 不过就是烦恼 就是对峙烦恼的 能够让烦恼降服的 然後第四個是善巧所言 沒有 第三個是善巧 第四個才是靜莫 第三個是善巧 我們照他的次第形 第四個是靜莫所言 導師沒有解釋 他只是說 他只是總說 因為其實蠻多的 你看有兩卷在說這個東西 那我們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就是靜莫 那麼他在片蠻所言底下有四個 等一下會講到 後面會講到 所以我們這裡先說一下 比如說你看那個339頁 有一個無分別的影像 那這裡就是從所謂的片蠻所言裡面 他說片蠻所言 這個是周篇 導師寫周篇 他其實就片蠻所言 這個在解釋祕經裡面的 這是余解釋戀之一 余解釋戀之一的一經就是解釋祕經 就是唯四啦 唯四一的經就是解釋祕經 那麼他裡面講到 這個片蠻所言有四種所言進 一個叫做有分別影像 那一個當然就是無分別影像 那一個當然就是無分別影像 這個就是我們沒有講其實都不容易知道的啦 看還不知道他講什麼 然後第三個叫做四邊記 因為導師是重點的說啦 因為真的都全部要寫出來太多了 不過我們還是瞭解一下 第四個叫做所作成般 那麼有分別影像 有分別影像基本上 他就叫做官 皮薄蛇娜 無分別影像就叫做子 奢魔他 在解釋祕經是這麼說的啦 那這個官裡面最主要的就是 古廷心運促劍 就導師這裡有想在339順以正理的 導師這個是歸納過的 就是把這裡面的東西歸納 他自己說啊 這個是有兩個 一個叫做順以正理的 一個就是能進禍障的 能向你出離的 基本上是這樣 這三個 就是導師歸納過 但是導師是從這一些歸納的 所以我們把他的資料 把它寫出來讓他知道 不然單單看這個 其實我們比較不是很清楚了 然後看完了 把他的資料看完了 再來看導師歸納的 那我們就會 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裡 這裡有分別影像 基本上就是你是 比如說運促劍 通常是這樣 武廷心運促劍有分別 有分別影像它底下是 就是你的所緣劍 一個是有分別 一個是無分別 那有分別它是武廷心 武廷心我們之前有講過 在哪裡呢 在220月那邊 講定的那邊有講過 那再可以看一下 這個在講這個三聖共法裡面的 武廷心 這裡也是在講定 在219月220月 不敬慈悲第一行這邊有沒有 關明祥 然後止息 調局二座 這個就是武廷心 沒有這個是武蓋 這個在220月倒數 倒數 倒數第四行第三行 武廷心 武廷心就是武進行 武廷心 元祇 借分別 俗習慈悲 敬官 好 那他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官 而且都是有分別的 另外所謂的運促間 武運 武運六促六間 關武運 過去現在未來 射手獎形式 面外豪丑 那這些 然後運促間 然後六間地水火風公司 還有元祺 大概這個就是所謂的 這裡講的所謂有分別影像 那有分別影像 就是他有一個像 那為什麼叫有分別影像呢 那基本上就是你修的人 修官的 這個就是官 那麼你 你會去觀察 那推求 那麼去了解 審定 那這個怎樣 這個怎樣 所以他就有叫做有分別影像 那無分別影像 這裡講到無分別影像 那無分別 他也不是說什麼都沒有 無分別 他主要是 就是 我們叫做久住心 就是心在一進 他不去分別 不去做分別 他就是一進專注一進 他就只是專注這個而已 那麼 就是 因為分別就是有不同的嘛 然後他就是專注 一向一驅 安住其念 於如是影像 久住心 那麼久住心 內住安住 後面有 後面會有久住心 大概在347月 347月他就講到修訂有 四禪八定 前面就是久住心 內序安靜條 我們通常都這樣背 我們通常都這樣背 內序安靜條 急 最急 那麼急最急 最急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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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急急急進 最急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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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注一去 專注一去 等詞 內序安靜條 脊椎專 大概 這個久住心 久住心之後 最後面一個是等詞 一般來說 有些是以這個為 味道立定 那麼也有時候久住心 都是味道立定 也有不同說法 久住心後面就是出產 他就是根本定 久住心後面就是出產 他就是根本定 所以 這個都是因為心沒有去分別 他就專注在一個境下 叫做一向一去 心 你這個心 所以他的無分別是這樣 心一向一去 那麼這個叫無分別 安住其念 他並不是我們認為的 一切都不分別 不是這樣 就心安住在一個境上 他就是無分別 這個是裡面說的 所謂無分別影像 那四邊際 這個是官 這個是官 這個是指 這個四邊際 你所謂的 都是指官 都是要指也要官 都是要指也要官 那麼 他也是一些名相 他叫做所謂的 所緣的 你所緣的 一切法 他通常是這樣 就是 對於事件上的一切線上 那麼他了解 他都是無我的 基本上是這樣 然後他叫做 盡所有信 如所有信 那麼 所以這個 我們講到名相 就是麻煩 就是這樣 一個名詞 有很多名詞來解釋他 那麼又要解釋這麼很多名詞 所以越解釋越多 所以 後來論 解釋論的叫做書 所以後來我以前讀佛學 因為我覺得 這個就是解釋經 解釋經的跟律的叫做論 解釋經跟律 這個是佛說的法跟律 其實叫做法 我們叫做經 解釋經跟律的叫做論 他都是叫做論 解釋論的 因為論用了很多名詞 很多新的 或是我們不同的名詞 概念 這名詞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概念 那麼解釋 這個就不容易 那麼就要用書 來解釋這個論 那這個書 又有更多的名詞 來解釋這些名詞 通常都是這樣 那書又看不懂 又有抄 所以越後面越難懂 就變成這樣 最後就變成很繁瑣 而且很不容易明白 越來越多概念 像這個就這樣 比如說 就修訂 這個都是 是在阿安經裡面沒有的 阿安經裡面沒有 那這些概念 有些是他的經驗 那麼他歸納 他歸納他聯解的佛法 那麼有一個新的概念出來 然後他來說明這一些 所以你看 就我們哪裡去看過 很少去看過 你除非專門去 專門去唯士等 或是你解釋逆經 或是一些事情 你才看過這些名詞 那一般沒有 那你看 這個名詞底下 又有這些些名詞 那每一個都 你看 這個我們一般 不曉得他講什麼 但解釋的底下又有很多 很多解釋 就後面越來越複雜 就是這樣 那導師 你看導師他就沒有講 他選擇不講這些 他選擇就是做簡單的說法 就是把這一些 然後做一個歸納 做歸納 然後告訴你 其實講了那麼多 因為他是依這個 依這個 依全世界念來講的 那依全世界念這種講法 是依解神秘解的 那如果你要依像摩侯子官 至者大師也是修典的 他定也修得蠻不錯的 那麼如果要依摩侯子官來講 他可能就不同 又不同的 又不同的 當然一般是依欲解釋的論 這是印度修訂的一個傳承 佛教的 不過我們還是大概說一下好了 他世邊記的解釋是說 世其實就是一切世 一切世其實就是 緣起的一切法 他是這樣 他是說 若所緣 現在怎樣所緣嗎 於玄奘大師的翻譯 有一些 就是不是那麼順啊 老實說 所以玄奘大師所翻譯的東西 我現在讀起來有點不順 像揪摩羅斯的就不是 翻起來讀起來就很順 因為他的名相特多 那名相多有一些 就是跟我們平常的口語不太一樣 因為玄奘大師比較重職義 職義 那職義起來 有時候就是比較不順 那羅子就重異議 就是那個道理對了 用現在的語言來講就好 所以就不太一樣 他說若所緣 要去解釋這個名詞 又有兩個名詞 這個我們也很少看到 盡所有信如所有信 我们先来讲这个 先把这个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把导师说的这一篇所缘的东西 因为这篇是从于解释第一论跟解释运听出来的 所以我们把它完整的看一下 然后后面他归纳的这些 我们才会比较清楚 他说若所缘近所有信如所有信 总说为一切四边即信 总说为四边即信 若所缘近 我们说所缘近 清广四百 遇水火轰 五运 运触戒 这个都可以成为所缘近 最简单的阿罕经常说的就是运触戒延期 这个是常说的 杂阿罕 猴头最常交的 其实就是运触戒延期 五运 观五运 那观五运基本上有几种观法 就是最常说的就是 五运如果比较对峙性的 对峙的 你贪着身体的 那么对峙的基本上就是观 如病如庸 如痴如山 基本上这个是比较对峙性的 就是让你不要那么执着你自己的身体 无病 身心 执着这个我 我质特给重的人 如病如庸 如痴如山 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一般人比较常观的 就是观这个色受想行是无常 因为无常所以无我 或是因为苦所以无我 那苦就是如病如庸 如痴如山 那么一般来说 你仔细去观这个心 或是这个色 一般都从心观直接观 那你可以从色受想行是这样观的 在过去 在现在 还是在未来 基本上是这样 内 还是在外 像人严经的 阿难七处正心 八环变见 基本上就是那个心 是在内 是在外 是在中间 是在过去 是在现在 是在未来 就像这样 要佛陀教的其实就是这样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 出现 豪丑 远近 就从社会上去这样去观 这个就是无意的观感 这个就是守远近 就是你的先专注在哪里去观察 比如说我如果观察这个桌子 那我的守远近就是这个桌子 我观察这个地 比如说地水洪峰 地水洪峰你就要先观前面一方地 然后就观这个地 静就锁在这个地 他就是观了 那么五蕴一般来讲直接专无我 但是你观青往翅膀 你只是让心专注而已 但是他观五蕴基本上是要通达无我的 那过去现在 未来内外出戏 豪丑远近 或是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或是分别观 分别观 因为前面那个是不管你是 色受想形式 色受想形式 都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戏 豪丑远近 但是也可以分别观 就有点像我们大罕听里面说的观 色 色是什么 瘦是什么 想是什么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想如烟烟 行无芭蕉 色广化 这个是分别观的 总观的就有点 比如说 观一切永恶法如梦幻泡影露殿 他也是六种 但是就是 他是总 一切法都是这样 这个都是所缘性的概念 因为我们说过 北传的佛教 基本上比较少接涉略这一些 通常就是前面怎么拜 后面跟着怎么拜 前面怎么唱 后面跟着怎么唱 那就是拜参 诵经 念佛 那还有一点 比较跟修订有一点点关系的 比如说参化统 禅宗参化统 那么这个还比较有一些关系 但是其实大部分因为我们比较少 比较少有这种观念 那这一些 我们来看这个 如果所缘 尽所有性 如所有性 总说为四边际 总说为 总说为四边际性 好 那你说这个四边际 那这样解释 所以我就说嘛 你解释这个名词 就用了两个新的名词来解释 更不懂了 所以就一直解释下去 那什么叫做尽所有性呢 那尽所有性底下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就好了 人才要研究 越研究越多 先让大家知道 他在讲些什么 然后我们后面才知道 导师归纳的这一些在哪里 他为什么这么归纳 不然导师这样归纳 其实老实讲 如果你不把这些先看过 你不晓得导师为什么要这样归纳 然后面这样归纳的这些意义在哪里 比较不知道 好 那么这个尽所有性底下 尽所有性底下就是 我们看好 我们先来写在这里好了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 稍微去做一个 去研究一下做一个笔记也可以 已经做很多的研究了 腰筋长老就特别弘扬这个 与且是低论 所以有一些也跟这边脚脑 也要弘扬一些疑二级的 那么这个都有很多资料可以看 那么这个四边这个尽所有性 尽所有性底下 所以我们说好几个名词来解释这个名词 然后底下又好几个名词解释这个名词 就越来越多越多 论中有论 就变成后来越多 尽所有性 尽所有性 刚刚看这样 我们其实不知道在讲什么 尽所有性 如所有性 那么尽所有性 基本上它底下又有三个 叫做一切有为事 这有为法的啦 那么一切诸法界 然后一切守之事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是运 五运 这个就是五运 一切有为是基本上就是五运 五运所设 不离开五运 事件 设法 心法 不离开这个 设所小学士 那一戒 一戒诸法界就是处 这个是运所设 运所设 那前面不是讲运处界吗 差掉了 那么一样 这个是运 这个是处 那这个呢 这个不是戒 这个是四圣地 这个是四地 四圣地 好 这个叫做尽所有性 那他说四边纪是尽所有性 如所有性 就是你所缘的啦 纪就是这些运处 四圣地 如所有性 那你会觉得 那不就是修定吗 那不就是所缘吗 想到这样会不会太复杂 那我告诉你 后来学问就是这样 就是他要分得很细 然后就越来越多概念 越来越多概念 那当然你这种比较 在南传修定他基本上 你比较没有 没有这样 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那种分析 分析设法 心法 什么设法 什么设法 我那个也是分析到很多的啦 好 那我们先来看 先把这些 先把这一篇里面的 那导师归纳就三个嘛 人敬获障 顺于正理 项于出义 他为什么这么归纳 他是依于且实地论的啊 那依于且实地论原来是怎么讲的 好 那么如所有性 如所有性基本上他是这样的 这个乳基本上就是理 真理 我们讲真乳 乳就是真乳 就是真实 就是说一切法的法性 这个是基本上 是比较偏重一切法的法相 所以可能是这样的 大概有这种 一个比较偏世俗的 一个比较偏正义的 所以这里比较讲一切的法 原始的原始法 原始法 这个比较讲一切法的 真乳 真乳性 正义性 所以他就说如所有性 他是有分四种 一个叫做官代的道理 官代的道理 那你看底下又有四个 那你要解释又要解释很多 我们就大概知道就好了 官代道理 作用道理 就是讲道理的 就是他的本身的理性 正乘道理 另外一个叫做法耳道理 这个我们叫做法耳如是 好 那我们大概这样知道最好 这个叫做四边际 那所做成半就简单了 就是你因为修子官 因为修 基本上就从这两个开始 所缘分两个有分别跟无分别 只要是这两个 只要是这两个 然后四边际基本上就是运出界原始这些 那里面的这个由自主到胜利 那么还有就是进所有性跟无所有性 就是他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讲 由这一些然后官成一切法无我 从一切原始法里面知道一切法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这个就是从原始法里面 从一切法里面 由一切法无常知道一切法无我 大概可以这样说 就是你官一切法然后知道这一切法 不管是运出界 然后知道一切法无常 从无常里面知道无我 就是空 必性空 可以像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讲 就是所谓的进所有性 如所有性 这是所缘 他的所缘 所以导师后面就归纳了 人相于初 理顺于正理 进莫障 那这个是指 这个是官 这个是指 这个是修子官 能够成就 这个是说你成就到 你这个成就到最后会圆满 就近成就 所以所作成办 因为修子官 那么你可以圆满 那么可以成正觉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片满所言 你看片满所言底下是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大概知道了 大概知道 因为导师他都已经引出来了 但是他没有说明 所以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是进行所缘 那进行其实就是 进行就是武进行 武进行就是武庭心 其实他就是武庭心又就是武进行 他另外一个方应叫做武进行 其实所以 所以基本上进行所缘 他重点在对峙 对峙烦恼的 通常是对峙烦恼的 那这个我们就比较清楚了 就不用特别讲了 那算巧所缘 就是你知道你要修什么法 他通常有五个 跟前面也不太一样 好 我们稍微来解一下 上巧所缘 因为每一个人要修都不太一样 好 上巧所缘 进行所缘比较不用特别讲 他就是武庭心 上巧所缘 上巧所缘基本上他就是 运 无运 处 十二处 五十六处 运 运 借处缘起 我们基本上讲运 处间 他是讲运 借 处 缘起 这个已经前面说过了 就导致这里也有写 那另外有一个叫做处非处 那这个我们比较知道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 运 处 借 缘起 这个所缘 这个比较没有问题 那重点在这个处非处 那么处非处其实就是道理 讲道理 处 我法里面的处 那么比如说十二处 六处 这个是讲运 的皮的生意 涉及香味 出法是生长意 这是他的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个六处的处 这个不是 这个是有这个道理的这个道理 有四处 佛法里面有四处 无有四处 有四处 无有 这个你要先就是你在 你在修止的时候你要明白 无有四处 你就所缘了 无有四处 有四处就是有这个道理 无有四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 暗地里面也常常在说 比如说你持座 一般来讲你持座 持什么座就能够消业上 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你持座就能升天 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你持什么座就能升天 没有这个道理 那你行五戒十三 你可以升天 有这个道理 有四处就是有这种道理 你修八正道可以解脱 有这个道理 你念解脱咒可以解脱 没有这个道理 你修布施 你修布施 可以有福报 有这个道理 你拜土地空就会有福报 没有这个道理 就是像这样 有四处无有四处 所以这个叫做处非处 他也是一个善巧所缘 他的意思是怎么样 意思就是 你在观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是善 这个善果会敢善报 这个恶果会敢恶报 如果你没有造善业 你会敢恶业 你会敢恶果 这个是没有这个道理 如果就是你没有这样修 你就应该要这样修 你没有这样修 你就会得到这样的果报 那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这种 其实他就是因果观念 其实这种处非处就是如是因如是果的观念 你要清楚 你如果不清楚 你就会变成怎么样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用错误的方法想要得到 但是不可能佛此得到 类似像那种祈祷就要升天 祈祷不能升天 要有善业才能升天 那类似像这样 这个是所谓善巧所缘里面 就是你要具有那个慧善巧 基本上就是你的所缘 就是你的所缘进 第一个是所缘片满 我们可以这么说 所缘片满 所缘进行 你的所缘进要具有这几个特点 他是这样的 那进货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但是说简单也不是说 他的意思也不是我们讲的这样 他的意思是或是烦恼没有错 但他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他是基本上是 第一个因为我们在预见 受无欲的限制障碍 所以因为你这个都是修定的 这个都是修定的 这个所缘进 我们为什么要有所缘进 要令心专一 令心专一做什么 心专一才有力量才有定 就是才有力量 有力量要做什么 有力量要有花无落会出山去 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所缘基本上 进莫所缘进这个烦恼 我们基本上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欲见的烦恼 所以定是涉界的 市场发定都是涉无涉界的东西 定一定是涉界以上的 涉跟无涉界的 所以叫做上界 下界就是五欲 欲见 下界是欲见 下界是欲见 涉界上界是涉无涉界 涉跟无涉界 涉界有四个定 出产到四产 无涉界有四个定 空无边到回响回响 加起来就叫四产八定 就是有八种定 那这里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 这个涉界的只能叫产 那么也叫产也叫定 无涉界的没有产 因为他们没有思维修人 所以他只能叫定 不叫产 那这个既是产也是定 有人叫产定 那通常是在这里 出产二产 三产四产 这里是比较容易引发无肉慧的 所以你所缘 为什么要有这个所缘 要专一 为什么要专一 要得定 为什么要得定 要引发无肉慧 为什么要引发无肉慧 要出三界 要引发智慧出三界 所以他第一个是先离遇界 所以进这个祸 第一个是先离遇界祸 但是遇界祸是做什么 要出三界的 所以由遇界 他通常是这样 离遇界的烦恼 然后到色无色界 再由色无色界 由定引发无肉慧出三界 出这个四界 所以进这个祸 一开始是进五欲的 遇界的祸 然后是进色无色界的祸 烦恼 祸就是烦恼 那么你在遇界 你就有遇界的烦恼 你在色无色界 又有色无色界的烦恼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通常叫做 心下 心上厌下 心上 他的修法是心上厌下 你要先离遇恶不善之法 然后想得初禅 到了初禅 你要想得二禅 你就不会直取在这里 然后到了二禅 你想得三禅 就是要一直秀下去 秀到飞翔不飞翔 那么你要想要得 你想要出三界 因为他已经是三界最高了 但是你不能再飞翔飞翔 引发无肉慧 你要到最好到四禅来 那么比较容易 那么所以 一个是修色界 一个是修四地 所以他基本上 静默所缘里面 这个是修色界 修色无色界 上界的 四禅 禁欲界烦恼 修色界四禅 这个烦恼 禁欲界烦恼 禁欲界的烦恼 禁欲界的烦恼 另外一个是禁三界的烦 就是修四地 前面讲有四地 修四地 禁三界的烦恼 通常就这两个 禁欲 这个祸 其实叫做烦恼 修四地 苦其灭到四地 那么禁 就是断三界的烦恼 那么禁就是让他变清净 烦恼就是不禁 烦恼就是不禁 你把烦恼断禁了叫做禁 所以叫做禁三界烦恼 也就是禁社务社界的烦恼 禁除三界烦恼 禁除三界烦恼 三界祸烦恼 好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是玉界 这个是三界 这个祸 祸只要是指玉界祸跟三界祸 那你修四禅八界断玉界烦恼 你玉又不善之房 然后修四地 苦其灭到断三界的烦恼 他这是所缘 这是所缘 然后他基本上是综合在这个定里面的贵纳说 好那所以他说瑜伽师 这个其实是解生命经说的 所有四种所缘 那老师没有讲 那我们稍微把它 把它就是把这个里面 经论里面所有的稍微理解一下 那片盘基本上就是 就是普遍圓满 这个所缘性是 就是你在修这个所缘性的时候 你修的比较足 普遍圓满 好那他底下就分四个 那不万夫就是运触界缘起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我们来看 他说总之 老师没有讲 但是他说有这四种 老师看了看觉得 这个写出来可能会很复杂 所以他就没有写 他就直接归纳 他跟你讲总之 圣教说所说的 圣教中所说的种种所缘 一定是合于两大原则 那么他说有两大原则 然后这两大原则都相于处理 所以基本上也可以说有三大原则 但是老师讲两大原则 但是他最后面都是相于处理的 好 我们讲 他这两大原则 第一个人禁自烦恼 人轻禁 禁就是断除 自就是对自 断除就是把根断掉 那么自对自 对自就是还没断掉 跟他调伏 调伏烦恼 断除烦恼之前要先调伏烦恼 调伏烦恼之前要先认识烦恼 然后让自己有力量 通常是这样的 就是说第一个你要知道 你要对自的是什么烦恼 你有什么烦恼 你要对自的是什么烦恼 必须要具备什么力量 很简单吧 你今天如果是要 要解开这个绳子 那你可能就拿刀拿剪刀 如果你是要破开那个石头 那你拿刀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你要拿那个斧头或是拿那个蓝头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 你必须要具备什么力量 你要对自什么烦恼 那么这些你是要知道的 尽能尽致获障 就是烦恼 障碍 烦恼本身就是一种障碍 那么第二个是气顺于正理的 就是你所缘 我们要记得这个都是所缘 现在讲所缘 就是你要修定 定重点 定的重点是心一进心 就是心要专注 在一个所缘境上 好 那到底要专注在什么所缘境 是不是所有的所缘境都可以 现在要讨论这个问题 好 那他讲到 因为他前面就演了这个瑜伽师的四种所缘 那我们大概 刚才写在那里 大概知道他这四种所缘在说什么 导师归纳就是两大原则 一个是他主要是对自烦恼 有烦恼 有烦恼叫凡夫 所以我们叫做 俱夫凡夫 通常凡夫五天五 我们叫做俱夫凡夫 二一比较常说的 是说鱼痴无稳纵生 就是以这个鱼痴为主 鱼痴无稳纵生 没有智慧 他没有智慧是来自无闻 所以没有智慧纵生 他以鱼痴为主 因为鱼痴是所有烦恼的根本 鱼痴是所有烦恼的根本 这是无名 无名有很多 一阿安经讲 无名其实就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呢 不明白善恼 不明白因果 不明白缘起 这非常多 然后无名里面的根本无名 是不明白无我 不知无我 这无我的道理不明白 那无名如果要解释很多 非常多 但是根本是不知无我 那烦恼非常多 烦恼非常多 那么根本烦恼的事就是一切 我们叫做无名 那无名里面也很多 但是主要就是不知无我 所以无我是解释的关键性 那俱夫 夫就是被束缚 被束缚 被什么束缚呢 被夜束缚 被烦恼束缚 被苦束 你看你生了病 你本来可以吃的 本来喜欢吃的 现在不能吃的 那你生了病 你本来可以想要去的不能去 那像现在 这个新冠疫情这么厉害 全世界都被绑住了 飞机都不能飞 人都不能自由走 那边就是 他被一个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 没有人限制你 但是你就是被限制 老病死也是这样 他就是限制你被他绑住 这是俱夫 那夫基本上就是烦恼 夜苦 我们这不过越苦 重点是烦恼 因为有烦恼就有烦恼 有烦恼就有苦 就有生死 所以第一个是禁制烦恼 那莫照 所以其实修行 这个是很主要的 修定也是要对治烦恼 修定就是要对治烦恼 所以我们上一堂跟以后讲 那是为了要调伏自身烦恼 从余幼群众做进福田 也是要调伏烦恼 修行基本上就是 要看自己有什么烦恼 在什么地方因什么样的事 人事物会生起什么样的烦恼 这个要清楚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 即使是学佛的人也这样 通常就是很容易看到别人有什么烦恼 因为你会修起佛法 这个怎样 这个怎样 但是有时候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烦恼 但是你要反过来 因为修行是要对治自己烦恼的 但是我们很容易 拿佛法去对治别人的烦恼 而增长自己的烦恼 就是以你修许的佛法 对治别人的烦恼 增长自己的烦恼 傲慢嘛 或是自理为师嘛 然后去对治别人的烦恼 然后就是后来就变成理称了 法称了 反正就是说你容易因为你了解得多 然后 或是你有一些 有一些境界 然后你的烦恼会更重 所以会越修脾气越大 越修慢心越强 越修越自以为生 通常有时候会这样 那就是你没有抓到核心 因为修学是要对治自己烦恼的 五十年后全世界都不在 你现在就是一百年后 你现在看得到的 你现在看到到的人都不存在 那你去哪里 这些人还会跟你在一起吗 有些会有些不会 但是你为什么 你会再来 就是你再来 那么你会变成什么呀 那跟这些人有关系 跟你有什么烦恼 有什么业有关系 所以一般来讲 你都是古来古来古来的 只是每次来都很多人 只是这样 但是你会遇见什么人 或有什么样的火爆 其实跟你的烦恼有关系 所以你应该要专注在 就是说专注在 发现自己的烦恼这件事上 真正的立根 不是很容易看见别人的烦恼 而是看见自己的烦恼 所以不要只是注意别人有什么烦恼 应该要注意自己有什么烦恼 那么不要只是 记得别人都讲了我什么 而应该要记得佛头教了我什么 但是我们就是跳过来学 我们都是很容易看见别人有什么烦恼 不太看见自己有烦恼 那么就算自己有烦恼之道了 也比较容易原谅自己 也比较容易原谅别人 比较容易记得 哪些人哪些人 在我面前讲了我什么 在我背后讲了我什么 记得非常清楚 一辈子都忘不掉 那佛头到底交轮于什么 一下子就忘掉了 这本经读过那本经 听过那个课 可是你现在就忘掉了 别人稍微讲了一句话 刻骨铭心 一辈子忘不掉 你又不是依他修的 你要依佛 依佛头修 你是依佛 又不是依佛 又不是依佛脑众生的 所以这一部分你一定要先转过来 假设我们的脑容量是有限的 我们要放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有一点点就是 把别人不好的话都拿来放在里面 就是你把别人丢掉垃圾 拿起来放在那个保险箱里面 把那些珍珠 佛法的七宝 佛头胶的这些金颗玉玉 拿去丢掉一样 那你都不记得嘛 你不在意这些嘛 你在意的是别人讲我什么 别人讲我什么 别人批评我什么 别人毁谤我什么 他深深地藏在里面 你看人颠倒不颠倒 然后再因为死死拿出来看 拿出来看 就藏在里面 心下心来就想到 又不流泪又不痛苦 又不烦恼 又不吃不下 又不睡不着觉 你如果来想佛头说的话 你看多好 又法使充满 又去哪里 你这个你不想 你常常就想别人讲你的不好 不想想佛教你好的 你怪不得不能解脱就是这样 你修错了嘛 所以你修越久 就越多人讲你 你只会越刚 或是你修到一个层次 讲你的人一定会越多 因为大家对你的要求就变多了 你刚进去 比如说 这个是我看见的 常常看见的 就是说 你刚进去这个佛堂 我刚去学佛的时候 大家都呵呵你 因为你刚来嘛 哇这赞叹你 等到你修了三年五年就不是啦 大家很多人要求 底下的人要求你 上面的人要求你 一起來的人要求你 一起來的人要求你 然后你就开始起完了 那你记得都会成 都是记这些人 怎么讲你怎么讲你 那你就很少记佛头怎么教你 那这个 这个是就是 我们说 你看 这个就是所远镜 你心所远的所远镜 不对啊 那佛头教你所远镜要是什么 你先来讲这些啊 那平常我们没有修订 我们也是有所远镜啊 人的平等生意 各生互相互主法 这个就是所远镜啊 那你平常的所远镜是什么 那这所远镜让你起什么反应 那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不静的 那你就是要静候嘛 要上瞧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要做他的理由 好 我们来看 所以 第一个是能静置莫在的 所以佛法一定是存凡了 它一定是离苦的 那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 那你变成会越修越翻了 那第二个是气顺与正理的 那么它一定是合乎道理的 我们来看 正确的道理 凡原始而修习助心 所谓的助心就是心助于一戒 因为助心我们也比较少说 助心就是我们说的九助心 它其实就是心助于一戒 助就是安助的意思 我记得有一个二十一尔 二十一尔正阿罗王的时候 写的一个记很有名 大家其实这样修也很好 就是 他说 助就是安助 就是你就是停在那种地方 就刚刚讲的因缘合作 临隆相互及心思 二十一尔有一个记非常有名 我觉得可以背起来 天天背起来 天天这样小天小天小便很好 他说六路促场位 不能动其心 這個好像上次應該要講過 心腸鎮堅固 就是這個柱 這個紀元 你常常在變成背後 那麼你就會對很多事情比較不知群 它就是一個原則 其實它就是守原輕 六路處長對不能動情心 心腸鎮堅固 地觀法生命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這個是二十億 他們以前沒有讀那麼多 還有騙滿所謂的 沒有人做得錯 它就是一個原則這樣去修 那麼地觀法生命 其實我會常常在想這句話 就把它背起來 常常在想這句話 它很簡單 六路處長對 六路處是什麼 就是蛇處 沿著鼻子的生命 對色身相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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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覺了 你意思還依那個法 還有啊 還有啊 還有夢中意識 讀頭意識 還有啊 那你自己一個人 也有啊 那其他的都在這個服役裡面 一定都是常對的嘛 眼睛 耳朵 鼻子 然後這個就是感官的世界 遇見就是這樣 遇見就是感官的世界 感覺器官而產生 這個叫做 這個眼睛看到這個色法 這個我們叫視覺 這個叫做聽覺 這個叫做嗅覺 這個叫做味覺 這個叫做味覺 這個是什麼覺 這個叫觸覺嗎 這個是感覺嗎 不好意思 這個不知道什麼 這個觸覺 基本上就是感官 所以這個就是五感 有時候我們把這個叫做第六感 那六路駐常隊 就是我們一定有手元進來 只是說 修訂的時候 是把這個手元進轉一 轉一 叫做督色六根 東色 督色六根 靜念香氣 就專注 安出 叫那個靜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它是以念佛 念佛來教 香氣就是安住 就是你一直在那邊靜閃 你沒有轉 沒有散亂 就是拍遠 眼睛拍遠 射閃 因為我們走出去 到哪裡 睡覺 哪裡都有啦 你就躺在床上也有觸覺 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最近都會觀察到 所以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就完全是一個旺邊 我看到有些人在吃東西 就買一口苦吃 吃得很高興 就變成之後 你就會問 我在吃東西是不是也是這樣 就完全已經失去 完全就失去 完全在這個什麼 完全在這個色香味上面 色然後香味上面 這個是食物比較容易 色香味 完全 手元鏡在色香味上面 哇 吃得很高興 完全已經都忘記了 然後有時候還會起飯 那個人 那個人 他已經多吃了那個 怎麼樣呢? 會不會這樣喔? 就心喔 妄想分量非常多 那你的手元鏡就亂掉了 其實你即使吃飯的時候 你也可以做觀察 真的是可以做觀察 你就開始吃的時候 就是你如果起炭的時候 你知道 你如果起撐的時候 你知道 你看到別人吃 然後你自己有炭、有撐 其實你知道 那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對治 那有一些人就不知道 你就會一直發展 一直發展 你今天看他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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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開始越生氣 你就開始想半來要對治他 你就想半來要對治他 那佛法不是這樣 你看你自己 看這個起飯 看那個起飯 你就要對治你自己的煩惱 那不知道的人就開始 因為煩惱增長嘛 他就要對治別人喔 他就說明天他只要是這個好 明天我那個東西就給他吃 弄得很大 讓他不敢吃 不要吃 或是把他收起來 讓他吃不到 反正你就開始 你開始要對治的是別人的煩惱 那你對治了 他吃不到你就很高興喔 你看煩惱上過煩惱 可是這個是很多人的毛病 那你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就知道 你現在所遠近亂掉 你要對治的是自己的煩惱 不是別人的煩惱 那你看到別人煩惱 你不是自以為是不是 你就想我應該不會這樣 我會不會也有這種煩惱 那我在什麼時候 因為他很明顯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明顯我吃到這個樣子 吃到已經混亂我了 那不是我 那是完全在食物裡面 那是完全在色香味裡面的境界裡面 那這個時候你要注意 其實修行其實沒那麼複雜 他就是保持正面正正 但是在吃飯了這個時候不容易 如果你能夠再睡覺也可以 那就是厲害 但是要先從平常這些東西 那你能夠你的所遠近 就是六路數常備不能動靜心 就是煩惱沒有辦法生起 煩惱動不了你的心 不是你不知道 你知道這個 佛陀也知道替伯達都愚痴 也知道捨離火故見也怎樣 也知道阿難怎麼樣 也知道這些佛弟子怎麼樣 但是他的心 他的心不是不知道 人家弟子吵架 他也知道吵架不好 他要去告訴他們 他去不聽也沒辦法 他煩惱也不會動他的心 但是並不是他不知道 他知道 這個好這個不好 這個對這個不對 他是知道的 他也試著去幫助他們 但是他不會因為他聽或不聽起煩惱 他也不會因為他聽 他就起了煩惱 他就起了煩惱 也不會因為不聽 起了謙惱的煩惱 也不會因為不聽 起了謙惱的煩惱 不會 那我們要這樣 但是不容易 這是你要有這個觀念你就容易了 你就死死會裝回了 修行是要對自自己的煩惱 不是對自別人的煩惱 要調補自己 重點不是要調補別人 等你有能力調補自己 自己沒有煩惱的時候 這個時候去調補別人 你不會帶著煩惱去調補別人 因為你帶著煩惱去調補別人的煩惱 別人卻會看到你的煩惱 他不接受你的調補 這個是很常見的 那你就是要常常會 我們就說絕躁 又露出腸對不能動提心 所以你看 他就不一樣的常住 就是不變 堅固 就是你一直都怎麼樣 心常管怎麼樣 地觀法生命 你安住在這裡 這個就是他的手元健康 其實就是無常 觀出法無常 跟無常都無法一樣 就法生命 你看這個人這樣 一下子去哪 一下子去哪 這個兩個人吵架 來跟你講 這個人來跟你講 誰這樣誰這樣 你不要當那個人 罵另外一個人 沒有多種那兩個人和好了 他就跟你講 上次那個誰說你怎樣怎樣 你吵了 我告訴你 你就吵了 你會知道這個事 你就知道這個事 難免會這樣 這死法是生命 你不要說 替了這個人就講那個人 替了那個人 替了那個人 你等一下他們兩個又很好 一下 和好 你看他就這樣好 一下子他又吵了 那這個事 我們是說 就人事上的 人情上的來講 那麼你一樣 看他的生命 事情從有到 老子說 有無相生 真的都是這樣 你常常看這個事件的變化 就是元情法 請問講到一切 你看他變化 你不要在變化裡面動心 你再跟你講 你再跟你講 是嗎 你就開始跟著他 跟著他的話跑了 然後跟著他的情緒一起運作 你慘了 你就在生命當中 苦 人家就跟苦 人家不苦了 你還在苦 人家已經不煩惱 人家已經和好了 他不會跟你和好 就背景這樣 所以這種部分 其實佛法其實可以用在 就是一切的事情上 因為我們在一切境界上 起伴他 假設你能夠很平等的 就是我們比較理性的人 來看待這些境界 不管好不好的境界 一樣 就略入出場隊 你一起來 你睡覺 坐在睡覺也一樣 你一樣 茫茫茫境界 都有守眠境 那不外遇是眼耳鼻的聲音 對生日教會去玩樂 但是 但是 這一些境界 我們說 人眼 我們就是很冷靜的來看待他 你不會因為他 然後心動得厲害 你有起煩惱沒起煩惱 你要知道 真的很重要 你起了什麼煩惱 但是 比較粗的你要先看到 性的當然不容易 性的我們不容易 但是你先看到粗的 我漸漸才能看到細的 其實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毛病在 我們很容易看見別人為細的煩惱 但是看不到自己很粗 很粗粗重的煩惱 這個比較麻煩 更麻煩的是 你一直要去對知別人的煩惱 而不對知自己的煩惱 這個更麻煩了 這個會引起更大的煩惱 自己看別人都煩惱 而且還沒辦法解決 而且還越來越煩惱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心常住堅固 住在哪裡 地觀法生命 地就是真事 去觀察這個法 其實生命是不自信的 它其實是延期的 醫院有這個 等一下也沒有了就沒有了 那你怎麼樣讓它有 怎麼樣讓它沒有 怎麼樣讓它保持不乾 或是比較沒那麼快乾 像花一樣 沒有澆水 它枯掉就死掉 那你要讓它一直開花 你就必須要一直要保持那個方法 但是 就算開花開到一個層次 它也會死 它也有一個壽命 那所有的法座一樣 都是引起的 那你了解了 我覺得這把這個計備起來 好 那你了解了 那你了解了 然後天天這樣想 然後看到境界的時候 你就這樣看 六六處常對 現在你是眼睛看到這個人 耳朵聽到這個聲音都一樣 這樣鼻子聞到這個味道都一樣 然後心常住堅固 你就知道這個延期 就想到延期 就想到延期 然後延期基本上 有因緣緣世間寂 有因緣世間寂 它是生命 重點是 你的所緣禁 是不起煩惱的 然後瞬離正理 是增長智慧 所以我們說 向上向上向解脫的 你的心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凡緣起而休息助心 就能使煩惱見腐或者斷而不起 這才能隱身鎮定 基本上是 引發鎮定不一定說要斷煩惱 因為定是共識間的 但是就是說 你只要先讓煩惱不起 斷的話基本上是不一定的 就是說 你要斷煩惱的話 它要有胡落味 它才能斷 市場八定到了分享都會想 都沒辦法斷煩惱 它點多只是胡煩惱 能夠斷一條煩惱就是聖者 能夠斷一條煩惱 那沒有斷一條的 基本上是從最初的聖者是斷三條 那其實一樣 最初的聖者 凡夫跟聖者 我們說凡夫就是聚夫嘛 聚主 煩惱 煩惱沒有多少的問題 沒有你比較多我比較少 沒有這個問題 只有你比較粗我比較重的問題 凡夫 我們剛才講 凡夫叫做聚夫凡夫 都聚主所有的煩惱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斷一條煩惱 沒有多跟少的問題 沒有說你是社界的 你有五條煩惱 我是異界的 我有十條煩惱 沒有 不是這樣 只有煩惱出重的問題 輕跟重 粗跟細的問題 出細輕重的問題 只有比較粗比較細 沒有那個沒煩惱 沒有那個斷 沒有那個不具足 比如說貪心 那麼貪心比較粗的 無欲 然後這個叫欲貪 欲界的叫做欲貪 色無色界的叫色貪無色貪 他比較細 他對無欲已經不貪了 什麼錢財啊 什麼名利啊 這些對他來講 怎麼感官這些對他來講 貪不貪 但是他貪那個心 那個喜樂進階 輕安 那這個色無色見 比如說稱認心來講 稱認心到色見就沒有稱認心 但是他不是斷 他是扶住而已 扶住不起而已 所以等他從 比如說他到色無色見 到了飛翔就飛翔 什麼煩惱都扶住了 什麼煩惱都扶住了 他都不起來 只有這個無敏 無我這個魚吃他沒有 但是他等他無色見 無色見下來再來做欲貪的時候 他又起來了 如果斷掉就不會起 斷掉就不會起 他是扶住不起 你要知道色見 他也不起 他也不起欲貪了 但是色見 受命見到異見的時候 武藝又起了 又起武藝 那稱心又起了 那你到基本上到天上 就稱心就活不住了 天上基本上就不太有稱心了 就不太有稱心了 那但是他不是斷掉 斷掉就是他不會再起了 所以所有的凡夫 所有的凡夫煩惱是一樣的 但是有出息的問題 到聖者就沒有了 就多少的問題 出國斷了幾條煩惱 二國薄貪爭之 就更把三國兒斷幾條 四國兒斷幾條 就把煩惱斷盡了 四國兒就把煩惱全部斷盡了 他有煩惱 聖者 聖者就第一個就先斷三結 聖賤戒進取 你就觀念上的 就是從魚吃裡面 觀念上的錯誤要先釐清 那斷三結 聖賤戒進取 乙 這個是這三條的斷 這個三條一起斷 因為戒進取跟乙 如果沒有斷 你不能斷聖賤 戒進取就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乙就是對四弟的道理不清楚 那你怎麼能斷聖賤 斷不了聖賤 非經非果即果就戒進取 這樣修其實不能解脫的 你一錦緣這樣修能解脫 那個就是處非處 這個不是道理的 經典舉個P就是 你壓沙 你要壓那個沙去取那個釉 這個是不可能的 你用濕的木頭要去生活 那個也不太可能 要讓它變乾 所以你這個道理你不清楚 那還有一個就是 你從牛角裡面要去取那個牛奶 這個購角取奶 就是你用那個牛角去取牛奶 沒有 你要用牛乳那個乳房那邊去取牛奶才有 你從牛角哪裡取得到牛奶 你用沙哪裡炸得出油 你用濕木頭哪裡有辦法生其母 沒有辦法 所以基本上這個叫做 你要先了解 如是陰如是苦的道理 如果你不了解 你非陰即陰非果即果很可憐 你就是戒進取 你一直以為這樣修可以解脫 那你就一直這樣修 但是這樣修其實不能解脫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升級智慧 那沒辦法升級智慧 你哪裡可能得斷生劍 那是不可能的 好 我們把這一段先把這裡講了 那幾分鐘沒關係 所以他這裡講 他才能引申鎮定 定是離煩惱而修的 其實他是離欲界的煩惱 離欲又不善之法 他是離欲界的煩惱 定就是社會社界的事 所以這是共事間的 或是出事的 那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兩個 一個就是離禁禍所緣 禁欲界的貨 這個是共事間的 社會社是世界的 一個是禁三界的煩惱 這個是出事前的 就不一樣 能向於出禮道的斷煩惱正真理 這才是值得援雨為盡 如假設你所緣是荒謬背禮的 反真煩惱的 比如說圓這個隱喻 本來是圓不敬 要斷煩惱 不過你如果圓不敬 你升起承認心 也是 像佛陀時代很多人 叫他說不敬寬 結果他不敬寬 修一修 貪心是沒有 撐心升起來 承認自己怎麼這麼不敬 就自殺死了 那個也是錯誤 像有些人 慈心官 援他所愛的人 結果越遠 貪愛越重 本來要出家的 那為了要杜他 慈心嗎 援他嗎 他可憐嗎 那杜他都嫁給他 後來就變成反而沒有辦法 所以有些就是你要了解到說 他是要對峙反而 那有些你的所言 反而會增長你的煩惱 就好像說我們說 彎親王赤白 假設你對這個顏色有特別的愛好 或特別的恐懼 那你就不用管 因為他附帶會生起那個煩惱 你說我最喜歡粉紅色 我要關粉紅色可不可以 那可能 不容易得定 而且還會有副作用 所以這裡他說 如圓淫欲 圓怨敵 那就是你慈心官 一開始就圓怨敵 你會圓不起來 你慈心不起來 你會越圓 越起承認心 或是圓土壞木子 無異物 那麼土壞木子 他基本上導師這裡講的是貪稱痴 比如說圓怨就是貪 怨敵就是誠 就是會讓你生起貪心 誠心 或是你根本就不了解這樣做的意義 或是你要對峙的是什麼 就是愚痴 那麼土壞木子 其實也是所言的 比如說你地水火火 那個地 那個地就是啊 那你青黃赤白 他也沒意義啊 但是他可不可以遠 他專注就可以 呼吸 呼吸也沒什麼意義啊 他沒意義 但是他基本上 導師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導師說的是說 你觀這個 你知道它的作用 那所以前面有講過幾個禮嘛 什麼禮什麼禮 那麼所以他說 這個圓淫欲圓怨敵 圓土壞木子 無異 這個是貪心癡 就是你的心 因為你的所言而起貪 稱癡 這個癡沒有辦法成鎮定 其實跟你的心有話 因為它是心在圓的嘛 它不是眼睛圓 它是心在圓的 所以不發狂成病 就算忘記 不要說得定 你要觀察這個心 有沒有因為所言而起貪 這個是比較主要的 所以對治煩惱而見譜的 如不敬 自貪欲 這個就五庭心 五庭心也是在裡面的 我們說這個是進行作業 慈悲至智慧 緣起自如之 戒分別自我之 慈禧 慈禧就是我們說的慈禧 慈禧就是我們說的慈禧 慈禧之上 這是隨煩惱的增強 而私利不同的對治法門 這個是進行所言 當然也是善巧 善巧就是你知道要怎麼樣去修 如以韻 戒 促 緣起 促非促 這個我剛才有講 五種善巧為也 這五種都是慈禧以正義而滅除於吃的 就是你的所言不會增長貪 不會增長撐 不會增長吃 對治貪稱吃 滅除貪稱吃的 出事斷貨的總相所言 是一切法無我 一切法信空 這些所言都是通於子官的 就是前面講的四種所言 遍滿所言 遍滿所言有四種所言 有分別 五分別是官跟子 四篇禧跟所作成本都是通子官的 所以導師講的就是針對這些說的 歸納說的 無細心以這些所言 慈心應助 安諸 不使流善 不家觀不察 就被稱為無分別以下 所以無分別是這麼說的 所以無分別就是 而是奢母祂子的所言 那我們現在就講到這裡 講到定比較複雜一點點 好 大家合掌而下 我們下禮拜就停個來 因為疫情就有點變化 那就等到過年落十五年了 好 大家合掌而下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福吉於切 福吉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福吉共成佛道 福吉共成佛道 我是到了 祝福吉共成佛道 五 五 谢谢大家